好那么就在花莲县政府呢 4月26号在记者会就公布中山市场 外围有流动摊贩出现了确诊 那么就在27号的一大早 花莲市公所则是特别 针对各传统市场执行了预防性的大清销 相继26号在中华市场清销之后 花莲市清洁队27号持续派出一台消毒车 及三名人员针对中山市场 重庆市场及复兴市场执行预防性清销工作 队员们一早就在中山市场整备待命 并由清洁队长吴庆展向市长薇嘉贤 说明这次的清销范围 那因为在昨天卫生局在公布 相关的一个确诊者 是在48市场周边的一个流滩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做预防性的 在市场内部做预防性的消毒 那也会到流滩所会摆设的范围里面 那用正常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也要做好自身的防疫 那花莲市公所也会尽量不要影响到 大家正常的生活 让机能能够继续来做运行 随着单子确诊人数逐渐攀升 造成不少民众都有心忡忡 市场薇嘉贤则呼吁大家不要过度恐慌 应该以正常的心态来面对新冠疫情 不过他也提醒家中有幼儿的民众 虽然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未来将与病毒共存 但幼儿们都还没打到疫苗 万一不幸感染 恐会造成小朋友身体不适以及家人的不安 因此防疫措施还是不能少 并且尽量不要出入大型活动场所 避免有感染机率 记者 徐立琴 华联系报道